今天民進黨總共有三大罪狀 第一霸占主席台當家鬧事 第二忽視原住民族的權益 原住民族要修相關的選法法 讓原住民的朋友他們的權益能夠更加的公平 昨天的公聽會或分藍綠的專家學者 也都認為這有其修法的必要 就只有民進黨就只有現在的執政黨華人 不讓大家來討論 第三 搶取豪奪 直接搶奪議事人員的資料 直搶議事人員的資料 過去5月17號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有公開說過 立法院有肢體衝突杯葛 那都是委員跟委員之間的 110、130委員互相大家公罰 有正式立場 但是絕對不禍籍議事人員 絕對不禍籍工作人員 這個是大前提 這個也是大家的潛規則 但在這個會籍裡面 民進黨團多次直接攻擊議事人員 包括5月17號的時候攻擊周萬來秘書長 5月17號的時候咆哮議事人員 今天在內政委員會 張偉已經手持麥克風宣布開會 民進黨的委員直接搶奪議事人員的議事錄 這樣子的一個攻擊行為 inn這次會 從廉童的進場 你以為為 在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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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